健康2.0 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你有多久没有注意你的血压了呢 现在根据国监署的统计 不分年龄居然在台湾有500万人 有血压标高的问题 好多人都不知道 500万代表什么意思 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有高血压的问题 而且可怕的是 18岁以上的血压标高的盛行率 现在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了 如果到了40岁以上 根本是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很多人不清楚危险来了 中风倒下的那一颗 才知道自己血压原来是高的 而且你知道吗 它的并发症之多 让这个死亡率当中 比方以4.5个死者当中 居然就有一个是跟高血压有关 这代表它的致死率比癌症还高 所以在生活当中 其实有一些好方法 包括有种吃法 八个星期就可以帮你降血压 这是国际上研究出来的 我们今天都请专家来教你 首先请到的是 心脏科林承基医师 各位好 张基嘉义科的刘彦兹医师 大家好 恩主公医院中医部部长 张静贤张部长 大家好 营养师陈寒宇 大家好 还有国研育处雷宗 各位观众大家好 真的是很多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血压飙高 但自己都不知道吗 血压高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你无感 可是我今天在临床上看到好多 都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之后来看诊的 像我之前就有个患者 然后看诊的后诊单上面 其实都会秀他的年纪 看着一个男性 其实才50出头而已 进来的时候就是100 100的这样子 行动非常的不方便 那来了坐下来 然后大家就问他 我们说过去病史 他就说有 他三个月前刚中风 所以那个他的整个行动的功能 其实都没有恢复得很好 那时候来是跟我拿血压药 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会中风 我们总是50岁而已 怎么会中风 他就说 他那时候其实他们只要开工厂 然后有一天工作工作 工作到一半 就突然就是在搬货的时候 就倒下来了 就是意识不齐 所以他也是这种 中风倒下才知道的 对 他先前完全不知道 他有血压高的状况 后来送他急诊的时候 那时候血压一量是 217 217 对 他太太在旁边说 他永远记得这个数字 就是吓坏他 可是他说他之前从来没量过 因为他没想过 自己会有血压高的问题 所以他一发现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造成一个 初血性的中风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整个就是 那时候好像也是 一世昏迷了好几天 然后虽然后后来醒来了 他还好是没有种在那种脑干 那种会致命的地方 可是醒来之后 其实他才50岁 其实行动就很不方便 所以有时候靠附件 也是要慢慢的才能改善 那他又是家里的经济制作 那时候来拿血压药的时候 其实就是太太跟他 就是整个愁营残物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血压 自己还是要定期量测比较好 对家里的冲击太大了 上雷师傅很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次的是吓到你了 对 有一次吓到我是因为 我以前在饭店工作的时候 我们那种服务员 我们那天她很忙碌 要上菜 要端菜 那突然我们大概有一个 四十几岁的服务人员女生 她就是蹲下去后起来 然后突然就晕眩倒下去 那时候我们都紧张了一下 我们以为她是贫血 结果我们赶快就送医院检查的时候 发现她是高血压 高血压我就怎么会突然这样 起来之后然后走路 然后忙碌 然后又这样子倒下去 我觉得这让我来讲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像我妈 我妈一天到晚说 我起到就要昏倒 我被你气到快要昏倒 我们调 据说你小时候皮的时候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 妈妈就冒出这句话 冒出这句话 结果有一天她真的 气到昏倒 真的是昏倒 对 我想说 你真的起到昏倒 结果身体健康检查 也是高血压 你应该吓到了吧 你刚才很轻松的样子 我都吓到 那时候说你站着 你站着你不要去那份 我后面会乖乖 这样子 结果真的是就是高血压 好像我们张部长 因为中医跟西医药 一起合并来帮忙 所以你也遇到很多例子 那在之前呢 我们就碰到一个病患 因为我们在去做会诊的时候 我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看到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都很稀松平常 但是那次我看到一个 大约只有二十八九岁的 一个年轻人 很年轻 就是半生就是瘫痪 这样子 对 他很胖吗 没有 他的身材是非常的标准 就是瘦瘦的这样子 对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年轻 那我就想说 就是稍微问一下 他的病史 到底怎么发生的 那原来他是一个 就是电子业者 然后他有一次 就是自己在开车的时候 开在高速公路上面 他觉得他头很痛 很晕 他就自己开到 那个交流道下面的 那个休息站去休息 去上个厕所 结果就昏倒在厕所里面 然后后来别人就紧急送医 怎么样 后来才发现说 他有高血压 那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年龄层 就是越来越下降 对 那可能是他的工作上面 太劳累 因为电子业都是责任制 有时候一坐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也许坐到十八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所以他就导致 他自己本身有高血压 他也不晓得 加上工作劳累 其实我们发现 十八岁到三十九岁 这一群人 高血压盛行率 大概是百分之四点七 换算起来 大概这个年龄层的人 有三十六万的高血压的患者 那之前其实做过一个调查 这三十六万人里面 他们去调查 那个高血压的自制率 就是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有高血压 他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等于这三十六万里面 有二十四万的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 自己有血压高的问题 所以其实还是蛮可怕的 而且很多人觉得说 我血压高不高 其实也没关系嘛 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头晕晕的 或者根本没有症状 大家都以为不会出事 问题才大了 你以为只是血压高吗 全身的器官都会受影响 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七的 心脏的缺血的疾病 跟百分之五十四的中风 他们现在统计 通通都跟高血压有关 全世界 所以全身除了头发 除了指甲没有血管 只要是活的地方都有血管 都要有马路的地方才有人住 只要这个马路出了问题 你这些人都会出问题 所以第一个脑血管 所以脑血管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或者你血压高到 你的血打不上去了 不管你是堵到了 是出血的 甚至我们要硬脑膜下腔出血 朱网膜下腔出血 这个人就无缘无故头痛 我们叫高血压 叫隐性的沉默的杀手 平常完全没事 两个血压高 高了又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 事实上仔细问一问 最常见要有症状是早上起来 后脑梢紧 后脑梢这个地方就紧 他就觉得脖子不舒服 讲不上来的 后脑梢紧 所以一个是脑子 第二个当然是心脏 你血要打出去 外面的阻力大了 所以我们一个心脏要打出去之后 肌肉要拼命的挤 你拼命的挤 你就要更多的氧气 但是外面的大血管阻力大 你打不出去 第二个 你本身肌肉要有冠状动脉 边上要有很多的小血管 要营养你 小血管又堵到了 他又营养不上 加班工作又不给加班费 那当然他慢慢心脏肌肉肥大 大到最后打不动血了 就衰竭 另外就出现狭心症 心血管的疾病 你是不是有个病例是 跟这个心脏有关 其实心脏这个真的有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大概六十几岁的老奶奶 然后他来的时候 就是气喘吁吁的 然后就是双下肢很重 他就想说会不会只是他坐太久 沾太久 然后有点不舒服这样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就是再帮他检查一下 他就说他已经连续一个礼拜 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 没有办法躺下去 他一躺下去就很喘 所以他一定要 他只能坐着睡觉 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整个脚就是很肿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再检查了一下 就发现就是Bassus光 他那个心脏就变得很大颗 那其实就是跟林医师讲的 心事肥大是不是 心事肥大 因为心脏他会先肥大 然后肥大之后 有天他失去代偿的功能之后 他就整个衰竭了 所以他那时候 其实已经到一个心衰竭的状况 所以他整个那个水分的代谢 就代谢不掉 所以那个血液就会 水分就会前击在下肢 所以他来的时候就脚很重 然后很喘 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这个是心脏衰竭 然后他就说怎么会 他也是不知道自己有血压高的人 对 那时候一两血压高 也是一百八十几 一百一十几这样子 他说你都不知道 他就说他真的都不知道 就一来的时候就是 已经心脏衰竭了 其实提到高血压 我们脑部跟心脏的病变 我们都比较清楚 可是这个肾脏 很多人反而想法是觉得说 是不是我吃药吃太多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说 关于降血压药的一些传言 是不是有说 可是这个是影响性功能 还是说会不会有吃药伤盛 还是说一吃就要吃一辈子的 那个习惯 你有听过有人这样跟你讲过吗 我觉得是吃药伤盛会比较容易听到 性功能这一块 好像是比较没有听到这一块 对 大家都觉得说 大家都不讲 原来是这样 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吃药 吃太多 油脂才失去 不是吗 高血压第三名就是最危险的 併发症就是肾脏病变 所以并不是吃药吃到肾坏掉 而是你没吃药反而会肾坏掉 为什么 不懂 不懂 因为其实是这样 我们先讲高血压为什么会肾病变 高血压的时候 我们肾脏有一个叫做入球小动脉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肾脏是一个充满了血管的地方 因为我们肾脏排毒 血液进去之后 就从肾脏排出来变成尿液 那这个入球小动脉 它会在高血压的人身上 它这个地方会收缩 所以它会造成肾脏里面的肾丝球 跟肾小管 产生一些缺血性的坏死 久了之后它就会纖维化 那之后肾脏就会失去功能 所以其实这个肾脏病变 我们统计过 洗肾的人 第一名原因是糖尿病 第二名是一些慢性的肾病 第三名其实就是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 那是更不容易发现 因为肾脏你根本不会知道 你血压已经伤害到它 对 没错 所以其实像高血压的人 我们很重视的一定要称它的肾功能 所以高血压的药物 并不会造成肾脏变不好 甚至有一类的高血压 它是有保护肾脏的作用的 保护肾脏 保护肾脏的作用 我们现在降血压药好多种 有的水太多了嘛 我就给你腻尿 所以我们东西吃还不能吃太咸 盐巴多了 血压高 那有的血管收缩了高 我管你什么原因 吃个药就血管扩张剂 硬的把你打开 那有的是心脏收缩力量太强了 那我们吃些药 让你心脏不要太费力 那还有种就从肾脏 因为我们肾脏会分泌一些 血管增压的因素 那我们就在它那个转换的东西 我们有些药做阻断剂 让肾脏分泌一些血管收缩的 那些成分不要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有好几种 几大类的血压药 所以这些都在保护 不会造成坏处 所以以为吃药吃一辈子 会伤害肾脏 这根本是一个错误观念 就对了 除了说担心伤害肾脏之外 觉得一吃就要吃一辈子 甚至有人会怕影响到性功能啊 对 没错 其实第一个 那个雷师傅可能比较少听到 可是我在诊间好常听到 那种中年男子 真的啊 他们有时候甚至药拿回去之后 就不吃 然后原因就是因为 接法庭去跟他说 这高血压药不够吃 吃了男生会不好这样子 那确实 我必须说确实 高血压的药物种类里面 确实有两类 比较容易造成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你是一个中年的男子 你在意这个问题 其实医生就会帮你把药物 做一些调整 这个倒是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那第三个 我一吃就要吃一辈子的这个迷思 它这个其实有三个状况 大概是不用吃一辈子 所以有机会变好就不用吃了 对 有机会变好的 第一个其实就是说 你血压 你量到的血压高 并不是真的高血压 你可能只是最近心理压力比较大 熬夜 然后生活不正常 造成的血压高 那你调整一下之后 其实血压就降下来了 第二类是我们叫做 续发型的高血压 就是说你的血压高 是因为可能肾脏不好 或者是心脏血管有问题 这些你去把它原来的原因矫正之后 那血压也会回来 第三类其实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九成的人 还是原发型的高血压 可是其实研究就告诉我们 这一类的人 如果说你没有做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 吃药是要吃一辈子 没错 可是呢 我其实有些患者 他们就是也是七八种药 他们可能才五十几 所以他们不想一辈子吃药 所以他们大概就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减重 减重我们就发现 你减重了之后 研究告诉我们你平均的收缩压 大概可以这样五到二十 所以说如果你本来是一百四十几 一百五 那你这样五到二十 其实就回到正常了 对 然后再来饮食 运动 你只要把这些生活习惯调好 其实还是有可能不吃药的 你们在临床上 有没有遇到人家常常停药 让你们很苦恼 有 第一 他不要吃药 一听一辈子这无期徒刑 他会给自己血压量得高 各式各样的理由 我没睡好 我刚刚紧张了 两个小孩小孩跑过去了 所以第一个他不承认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有些血压 其实我每个病人我都讲 只要你各方面控制好 是有机会减药甚至不吃 但是我已经血压高了几十年 那个血管已经不可逆了 当然有的你还是要吃药 但是药要不要吃那么多 要不要吃那么重 这个都有机会可以慢慢减的 但是要怎么配合 还要重要的是 自己生活习惯的改善 我们现在吃药的最麻烦的就是 你给他两种 他只吃一种 你说要吃两次 他在家里吃一次 那再来看门诊 医生没时间多谈了 一凉不好再加药 你加的越多 他回去吃的越少 这是中间越来越那个 所以这时候 他要好好的配合 检讨原因 慢慢慢慢的药 真的不需要吃那么多的 OK 这让大家听到了 新的希望了 而且既然跟饮食方面有关的话 如果在服药的人 有没有哪一项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如果你在用药的话 因为有一种降血压的药物 其实是保甲利尿剂型的 那这一类的药物 它会保留身体中的甲离子 所以像我们一般听到说 高血压要多吃一些高甲的食物 可以帮助多余的钠排出等等的 但你这时候如果用了保甲利尿剂 然后又用了这个 平常饮食又是高甲的话 那身体中的甲离子会过高的话 这样其实也是有危险的 所以就会要特别注意 那像高甲的食物 像特别一些瓜类 像现在很多的西瓜 香瓜 夏天哪喜欢吃这些 夏天特别到了 这些其实市场上都好买 这些瓜类 木瓜 这些甲离子 还有香蕉 大家知道 像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就有急诊会诊 我说营养师 营养师 你赶快来急诊看一个病人 然后昏腦进来 然后结果一问之下 他是吃完高血压药之后 然后下午休息时间 就炸了一杯葡萄柚枝来喝 他想说很健康吗 对 很健康 原汁原味 然后300cc 然后喝下去 然后就晕倒送医院了 然后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葡萄柚枝里面 有一个成分叫做 福南香豆素 它会抑住我们身体中 代谢药物的酵素 所以没办法作用的时候 你血中的药物浓度 就会突然的飙高 对 所以变成你的药物浓度 高的时候 就会心率不整 然后昏倒 或是心跳加速等等的 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服用药物的时候 这个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还是想要喝一些 夏天马苏果汁的话 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其实有一些柑橘类 其实也是也非常OK 比如柳橙 然后青江菜等等 都非常地适合 今天带来一杯日安绿果汁 这个内观穴非常非常地简单 在我们的晚恒纹端 然后正中线下面 这就是我们心包洛经 非常有名的内观穴 确实会保护心脏 比较凉起来 而且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要什么跟老公吵架 打小孩 这个都不要这样子 有些患者会问我 就是两边凉起来不一样 对 左右左到底 我们要凉哪一首 对 要哪一首 还是想要喝一点精力汤的话 可以怎么办呢 今天带来一杯这个日安绿果汁 这一杯是非常好喝的绿果汁 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期的 然后在家里动手做 所以如果有在吃这样血压药的人 原则上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都是很安全没有问题的 今天准备的食材有这个主角 就是青江菜 青江菜 对 大家会想说青江菜 菜可以打出果汁吗 它吃起来味道好像就有点 这个菜味了 可是它打出果汁OK吗 我跟大家说 我非常推荐青江菜作为你打 这个绿色果汁的入门蔬菜 因为它的打汁跟它吃起来的味道 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会有很重的草味 然后你去外面 比如说日本 或是一些高级的早午餐点 他们会给你一杯很清澈的 这个蔬果汁 它其实都是用青江菜 这是他们的秘密 真的喔 对 所以大家不要怕这个味道 它可以降血压 为什么预防血压高 然后可以帮助降血压 第一个它的钾离子高 第二个它的钙含量很高 不要小看它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然后另外它的维生素C含量也高 特别是我们这样直接升打的话 所以这些 刚刚讲的这三个营养素 都有助于帮助血压稳定 接下来是这个芹菜 芹菜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会喝芹菜汁来降下 但其实综合一下 它的口感 味道会更好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另外你用了 这个是柳橙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 柳丁 或是香吉士也有 冬天就是台湾的柳丁 维生素C含量很高 它里面主要是有的类黄铜 这个其实也可以抗氧化 然后抗发炎 帮助血压稳定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现在把水这样加进去 夏天可以再加一些冰块 让它的口感会更好 然后叶子也比较不容易变色 它对我们血压的稳定 的确是有帮助 因为我刚刚讲到这些营养素 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它也都是有降血压 比如说钙质 甲 美 然后扇食纖维 好 OK 这颜色好漂亮喔 对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原 就是原食物 就是它是裹肉直接进去的 不是榨成汁 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很多的 帮助血压稳定的膳食纤维在里面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吃高血压药的人 不能吃这个葡萄柚 那吃这个柳丁的话应该是 柳丁是安全的 安全的是不是 对 柳丁是安全的 好 我其实有时候早上 真的没有时间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打一杯 这样的水素 那你会加青江菜吗 我真的没加过青江菜 你有办法想像那个味道吗 对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像 但我现在有点期待就是 好 来让大家试试看 其实我也 长部长可能会想 有的人胃寒凉的 我就会建议抓一点坚果 坚果 坚果或是姜片 你看 我手上这这么大杯 跟雷师傅特别拿给我的 好像担心我录影录到 一半血压飙高一样 那我们来喝喝看这个味道 到底青江菜的味道 会不会太浓 其实我觉得它喝起来很清爽 对 而且其实我是 有点怕菜味的人 可是它喝起来不会 而且我觉得它好像可以 平衡掉芹菜的那个味道 完全没有 对 完全没有芹菜的味道 芹菜跟那个青江菜的味道 因为青江菜的味道算很强 我不知道它打在蔬果汁里面 真的清爽 血压膏呢 其实就西里来讲的话 包括脑部 心脏跟肾脏 都出问题 那大家很好奇 就中医这个流传几千年 过去又没有血压剂 就中医怎么看高血压 对 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古代真的没有高血压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血压 到底多高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症状上面 然后去做一个区别 它由外而内 从它外面的症状 然后去推测它内在有可能的问题 像刚才林医师就讲到一点 高血压它也许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征兆出来 比如早上起来 你的颈部会比较酸的 就是有点像肝活旺 有些人他很容易就脸红 一生气就脸红 然后口干舌燥 那同时又有一点便秘 像这个我们中医来看的话 就是比较属于肝活旺的 而且他是不是很容易 对 就是易怒的人 所以这个我们平常的情绪 要稍微控制一下 另外一种 就像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的 案例就是说 他工作太劳累了 很年轻 然后自己可能也有点血压高的征兆 但是又加上这个过度劳累 那就是造成我们中医讲的一个 叫做所谓的肝肾阴虚 过度劳累 熬夜 那另外一个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 其实饮食 因为我们高血压 除了就是心脏的问题 心薄的问题 其实我们周边血管的阻力 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那周边血管的阻力 为什么会高呢 跟我们的饮食就有关系了 比如说高胆固醇的 那这个在古代来讲 因为古代也是有有钱人 他也是会吃得很好 像我们就是叫做所谓的盘酌血淤 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他下午的时候 他的脚就开始有点沉重 或是他早上起来 他的手 我们台语讲 啤啤 有点紧 就是紧绷的感觉 就是他的手 我们正常这样抓 就会觉得很轻松 可是他早上起来 就有点紧紧的 像这个 我们就现代医学来讲 这有可能是钠的滋瘤 就可能他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去吃大餐 对不对 可是今天早上 他的水分排泄的不是很好 他的手就会觉得紧紧的 那到下午的时候 脚就有点稍微什么 稍微有点水肿 所以他会觉得他身体很沉重 透过穴位呢 当然我们会想说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那个肝火旺 对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钛冲穴 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大拇指 脚的大拇指 脚的第二指 那这个中间 我们往上推 推到没有办法推上去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的钛冲穴 那这个是比较真相于说 我们肝火旺的人 比较容易发脾气 情绪容易激动的 那第二个呢 肝肾殷虚型的话 我们就用钛吸穴 钛吸穴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在我们的竹内怀 我们的竹内怀间 跟我们的Archelis tendon 的一半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钛吸穴 那如果就隐时来讲 我们有一个三樱胶穴 对 就在我们的内怀间 上三寸的地方 在颈骨后侧圆 那刚才我们讲 这三个穴位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 要按脚有点麻烦 比如说你坐在高铁上面 那你就脚翘起来 这也不太方便 那我们这边就介绍一个穴 叫内观穴 那这个内观穴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用我们的三根手指头 在我们的碗 横纹端 弄三根手指头 然后正中线下面 正中下面 那我们就是按住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心包洛经 非常有名的内观穴 那平常你坐车 或是在等候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按压这个内观穴 而且内观穴 现在根据正确医学上面的显示 内观穴确实会保护心脏 真的 太好了 当然了 不管中医方面的保护 或者说精力汤之外 我们量血压非常重要 血压高的人 尤其长期有血压高问题的人 更是要量血压 有哪些基本原则 我们一天现在建议 刚开始量七天天天量 每天早上量一次 晚上量一次 每一次量建议量两遍 量完了一次 我们现在常常在看病的时候 病人一量完 高了 来来来马上量第二次 我们建议能够隔个 有人说两分钟三分钟 我都建议希望隔久一点 这个时候量血压 我们再来做参考 做一个平均值 轻松地做到 五分钟最好 不要有人打扰 然后这个高度 跟心脏的高度是一样 很轻松地做到 把手肘放到最凹的地方 你这边有一个测定停止的 它就开始压力 就开始加压了 所以重点就是 这个机器的位置 大概要跟心脏一样高 其实现在有很多 需要注意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第一点 第一点其实是我最近 就是比较常看到的问题 就是压麦袋 其实刚刚那个压麦袋 就是有些人他 那个 我们一般的正常人量 大概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最近出现一些 就是比较胖的 或者是手背比较粗壮的 那个他每次在量血压 然后 就要帮他量血压 然后一绑 然后一加压就爆掉 一加压就爆掉 就是那个血压的 就会自己松开来这样子 那就代表说你的手背太粗了 一般你可以去量量看 你的上背围如果超过32公分 其实你就属于手背比较粗的 那这个就建议你去买特别的 就是比较加宽的压麦袋 不然你怎么量都不会准 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压麦袋 那当然其实就包含说 我们当然就希望说 就是你在量血压前 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要什么跟老公吵架打小孩 这个都不要这样 然后进来也不要喝咖啡茶 因为就有咖啡 因为刺激你的血压变高 再来就是说 就量血压之前不要憋尿 因为憋尿的话 你会那个刺激你的交感神经 那当然就连续量两次 那有些患者会问我 就是两边量起来不一样 对啊 左右手到底我们要量哪一手 对 量哪一手 其实我都会建议他们回去量一个礼拜 量手都量量看 那取高的哪一手 之后你就量高的哪一手 一般都是右手慣用手比较高 那你可以自己量量看 那再来就是说 你不要穿着厚衣服量 量完之后 你要记得把它记下来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刚刚那个跟心脏要等高 这样子量出来会是比较准的 像现在这种电子湿的 当然很方便嘛 那么有的人带一些 装置的这个手环等等 也有心跳跟血压等等 这个到底能不能 作为依据准不准 一个就是这个 颧骨跟筋类 第二个就是天天舞蔬果 那总共是 这个现代人真的很难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 有认证吃的话 血压真的八周 就可以降下来了 OK 像它其实有叶酸 它叫叶酸B6 B12 它们可以一起顾血管 那像那个 鲑鱼里面就有B6 B12 含量非常的丰富 所以它们其实有 一加一加成的作用 护腥 然后护血管 而且是抗埃食品 所以这很简单的好方法 像现在这种电子湿的 当然很方便嘛 那么有的人带一些 装置的手环等等 也有心跳跟血压等等 这个到底能不能 作为依据准不准 这个我真的有遇到一个 就是有点 就是天兵的案例 它自己去买了 因为最近真的很流行 这种穿戴式的装置 那它就自己帮你量血压嘛 那坦白说 其实量血压 手肘还是最准 它会比手腕的准 所以其实这种 穿戴式的装置 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参考 因为我就曾经有一个患者 他来呢 就是他血压药 他就说他都没吃了 因为他说他自己量血压 都正常 可是他每次回诊的时候 来我的诊监量 就是160几 170几 他说怎么可能 我一定是看到医生 会紧张才这么高这样 我在家里量都很好 那我就那你在家里用什么量 他就说 他就用他的那个穿戴装置量 那因为他有带来嘛 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 你这个买多久 他说买了两三年了 我说你中间有没有去校正 他就说没有啊需要吗 我就说 来来来你现在 就是用我整天的血压剂量 然后用你的那个穿戴式装置 通湿量 结果他用他的穿戴式装置 量起来还是120 就是很正常 但他立马就是用我的那个 血压剂量 还是160 170 差了40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基本上因为它是电子的东西 你一定要定期的回去校正 然后大家的准确度 其实我们就是当参考 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就是 定期的用这种 我们讲的手肘式的血压剂量 会比较准确 如果说收缩压高 会代表什么问题 舒张压高 或者两个都高 它显示的意义 跟可能带来的威胁不一样 这个其实要讲蛮多 一般来讲收缩压跟我心脏 打血的这个力道很有关 我很猛一下出去了 第二跟我外面大血管的 硬化弹性有关 所以他一出去很猛 外面又很硬没有弹性 它就反映上面的血压高 通常我们年纪大的人 还有我们那个打血量很强的 那这种是属于收缩压的高血压 但是这个一般来讲 跟我们中风是比较有关 事实上低血压一样有关 那至于放松的叫舒张压 我打的一出去以后 我这血管都有弹性 一直挤一直挤 挤到末端 挤到小巷子 你的血管 那个小巷子 只要放个脚拉车 你就不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吃得太咸 血管壁是比较肿的 你的油高 血糖高 黏 你的血质黏 这时候就会造成低的血压 会比较高 所以像我们的肾脏 眼底的血管 有的属于中小的 那像我们有些属于大血管 所以它伤害也很大 对 所以它们影响的东西 层面不一样 对 那至于血压 两个都高 对 上面跟下面两个 当然两个都高 这是一般的 那合理的 那有的只有上面高 下面正常 那这个时候像我们 主动脉伴 必所不全 像我们有的是贫血 大家都认为贫血血压会低 不见得 对 通常大家都是只注意到 那个数字 倒没有把它们减了之后 其实慢压 慢压 它就是你的收缩压 减速这样压 然后你就是血压机上面 看到那两个数字把它相减 正常的慢压的话 大概就在三十到四十之间 你相减如果在这个数字之间 就OK 可是如果超过了六十 或者是小于二十 我们就会觉得说你身体里面 一定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包含心脏 包含什么心包记忆 这些都是要紧急处置的 我们一般大概三四十 但是各位看 一个高过六十 一个低于二十 所以必所不全 它下面关不了了 所以它下面会特别低 那个主动慢硬化是 一冲出去 它外面顶到你 不让你出来 那个没有弹性的反应 那个高 甲状腺 工程抗进 还有贫血 那下头呢 它打不动了 它挤不出去 下面打不开 那这个呢 心包膜 积水 心包炎 开车不系安全带 你突然间一刹车一撞 它把你心脏一挤破了 马上心脏的血流到心脏外面 但是有心包把你绑住 结果它装了一袋的血 你这心脏在里面就不动了 于是你上下血压 根本就打不出去了 好 所以量完血压之后 看三个数字 包括你的舒张压 收缩压 还有相减之后的结果 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的心血管方面 还有肾脏是安全的 那么韩云你刚告诉我说 其实吃真的非常重要 有一招八个礼拜之后有效 对 降血压的话 这样子吃 那其实八个礼拜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血压降下来 那到底怎么选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颧骨根筋类 要足够 颧骨根筋类有什么呢 比如说是小米 燕麦 糙米 黑米 这些都是 那每天最好可以吃到 一整天下来 这一类的颧骨类最好要一碗以上 这样子的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天天五蔬果 五蔬菜 五水果 那总共是 这个现代人真的很难 对 那这个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吃的话 血压真的八周就可以降下来了 大家要认真做 而且这个降下来之后 又可以跟医师讨论 减药或是停药 那当然非常好 是 然后另外呢 就是要低脂乳 低脂乳之品 那另外就是 红肉改白肉 比如说猪肉牛肉 改成鸡肉鱼肉 豆类这一类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改了之后有效果 因为红肉当然知道 饱和脂肪比较高 那饱和脂肪 其实就会造成血压的一些 飙高等等 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那白肉里面 比如说豆类 然后还有大家都一黄铜 这些都是有助于 帮助降血压的 那另外 多吃坚果 然后用蚝油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每天一小把的坚果 其实就非常棒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雷师傅你有法 帮我们设计 什么样的菜的 有 我们今天要设计一个 非常棒的 就是浴室的蒜香炒蘑菇 据说这一道是韩语 平常在家里会做 然后再加上雷师傅的香料 是 没错 因为我平常在家都会下厨 其实这个料理准备起来 非常地简单又省食 而且大家就比较不用担心 农药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煮饭 最耗食的是喜菜 喜菜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今天准备的食材有 蘑菇 生米番茄 然后香菜跟玉米笋 这四样菜其实都是非常简单 就是稍微冲洗一下 就可以吃得非常地安心 然后又好准备 好 那这鲑鱼呢 因为我们是用出炸橄榄油 所以我们用鲑鱼的时候 在煎煮的时候呢 先把它放到锅子里面去就好 先不用放油 把它放到锅子里面去之后呢 然后先淋上一些橄榄油 不用很多 为什么你会先放鱼再放油啊 好 因为其实我们这样煮的话 其实鱼的香味会出来 那第二个呢 我就是不要让我们这个油跟鱼的 那個燃点太高 像那种煎鱼的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之后呢 让它稍微在锅子里面 稍微停留一下 好 那停留一下之后呢 我现在呢 要准备切一点蒜头进去 你看我们现在蒜头 也没有放下去 去爆香或炒香 我直接放一整颗的 那将这个蒜头呢 就把它切开来 那蒜头我们大概用了七八颗 用七八颗的那个量就好 那我现在把它稍微切大块一点 那蒜头呢 其实它有丰富的这个流化物质嘛 其实对于改善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在民众在家的话 其实蒜头可以再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都无妨 那有些人会想说 那蒜头发芽了到底可不可以吃 其实研究发现了 蒜头在发芽到第五天的时候 它的这个流化物会达到最高 反而更好 对 所以反而更好 大家可以安心 对 我们将这个鲑鱼跟蒜头呢 下去让它煎煮一下 那我们过于不要去把它煎到 有点恰恰恰 弄到有点上色就好 那也不用到一些很焦的那种状态 好 我们现在把它翻面 稍微去把它做一个 煎炒的一个动作 好 还有你刚刚提到说 八个星期就可以让我们的血压 降下来 是 那么它呢 除了刚刚的大原则之外 还有哪一些是要注意的 而这个饮食法 大家知不知道啊 其实这个已经红一阵子了 但是大家真的认真 一定会有效果出来 这个呢就叫做 德书饮食 Dash饮食 那这个呢 它可以八周降血压将近一成 那也就是等于一颗血压 要的效果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它 它真的是非常有效的 那实际上要怎么做呢 就是多吃蔬菜四到六份 一份大概 大概是半碗多的量 那水果也是一天要到四到六份 然后骨类最好是全骨类 比如说梨麦啊 我刚刚讲过的小米啊这一类的 那另外适量的话就是白肉 鱼这一类的 然后油脂 然后用好油 然后也不要太多 吃量用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蘑菇 跟玉米笋来讲好了 这样算几份啊 这样子大概是两份 这样才两份耶 所以真的大家要认真吃到十份 对 大家真的 我常常说蔬菜这种东西 一定是要认真吃 需要把它淋上一点 我们的檸檬汁 然后开始就把它做一些调味了 我们用一点海盐 其实很简单 好香喔 对 把它撒上我们的锅子里面 第二个我们撒上我们的这个 黑胡椒 檸檬黑胡椒 对 把它撒一撒 香菜纯粹是为了香气吗 还是它有帮助 香菜其实有叶酸 它叫叶酸B6 B12 它们可以一起顾血管 像那个鲑鱼里面就有B6 B12 含量非常的丰富 所以它们其实有 1加1加成的作用 刚刚师傅加了这个番茄 大家都知道它有维生素C高之外 但是原本我们加热 所以我们主要吃的是它的茄红素 茄红素需要释出 膝背这么多的话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加油 添醋跟加热 加油 添醋 所以还点一点点的醋就对了 对 刚刚都加了还加了柠檬汁 这时候茄红素就会释出七倍之多 茄红素也有助于帮助护心 然后护血管 而且也是抗食品 所以是很简单的好方法 加一点香菜下去之后 意大利综合香料 我们要把它加进去 去把它做一个提味的动作 好 撒进去之后开始 要去把它做一个拌炒 拌炒之后让它整个颜色 跟那种手感出来 其实我们在做洋菇 很多人会把它做 比较不好吃 是因为水加太多 就有点像煮香菇那种感觉 你完全没有加水 完全没有加水 对 完全让它加水 完全用那种热度 把它炒软化的感觉 把我们的蔬菜 像玉米笋 跟番茄 把它水分炒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的这个洋菇就会很香 好 现在把它炒 准备要起锅之前 像关起火源之后 我们有一个 准备一个意大利综合 意大利的黑醋 就巴沙米糕 渣油添醋 加热 一定要关火之后 再把它放进去 再撒上来 为什么 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把它 开火下去煮的时候 会把醋的味道给煮掉 就不会好吃了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 去给它拌一下 就有点像用拌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好 拌好之后 我们现在要准备到盛盘 就这么简单 像这样的德素饮食 除了可以照顾我们的心血管之外 还有哪些好处 刚刚提到的这些蘑菇 还有玉米笋 它们其实都是高美高甲的食物 像高甲的话 还可以预防一些脑中风 高美可以预防糖尿病 高钙的话 对于骨质疏松也当然大家知道 非常有帮助 另外 蘑菇 玉米笋 番茄 还有刚刚那个绿果汁 它其实都是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它其实对于肠道的方面保健 也是非常好的 当然这一道菜也是低饱和脂肪 对于冠状动脉心脏病 也是有预防的作用 好了 我们呢 那样准备要上菜了 好 我们这样子呢 其实这一盘菜 我们这样子做好了 就很漂亮 而且还义式的 义式的这样子感觉蘑菇的香味 跟我们的鲑鱼香味 蔬菜的香味全部都出来了 真正的藜麦煮起来是有香味 而且藜麦不一定要搭配米饭煮 你可以拿去蒸蛋 你可以譬如说我们地瓜 玉米 一些蔬菜放一放之后 你撒上藜麦下面去蒸 坐在那裡 没事的就是把这个手 把它这样子尽量的压 或者你把它往后 往后面尽量的拉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转我们的手腕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保养 对 就这么简单 左三圈 右三圈 其实都可以的 好棒喔 降血牙还可以吃好料 我们刚刚就有鲑鱼 蘑菇 玉米笋 番茄等等 还有些明星食材也可以多运用 对 没错 其实降血牙还有很多明星食材 所以刚刚的番茄跟蘑菇之外 现在非常夯的超级食物 奇牙籽跟这个鲑脉 其实也是非常棒的 因为奇牙籽膳食纤维非常的高 再加上它有Omega 植物性的Omega 3脂肪酸 其实这些都可以 互心 互血管 降血压 那鲑脉呢 而且它 鲑脉它膳食纤维高之外 它现在好买 而且重点是它好煮 对 非常容易煮 也不会抢一些食物的味道 是非常好应用的食材 像我在我的手上 拿着这两个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说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呢 这个就是 一个就是带壳藜麦 一个呢 就是脱壳的藜麦 那其实呢 我们在挑藜麦的时候 你看 我昨天呢 去台中 好漂亮喔 这是我去砍的 百分之百我去砍 然后可以看一下 对 其实这种好的藜麦呢 它非常的坚固 而且有香味 而且呢 生长的时候比我人还要高 真的啊 对 藜麦是比我人 而且整个藜麦田是很漂亮的 那其实藜麦呢 我们在最怕挑选 就是挑选到怎么样 假的是不是 不是 你煮起来会有美味 可怕 台语讲的臭扑味 那其实那个藜麦就是错了 真正的藜麦煮起来是有香味 而且藜麦不一定要搭配米饭煮 你可以拿去蒸蛋 你可以拿去煎蛋 你可以譬如说我们地瓜玉米 然后一些蔬菜呢 放一放之后 你撒上藜麦下去蒸 那藜麦呢 带壳的跟这个没有带壳的 你到底要怎么煮怎么挑 那其实如果你是要做一个米饭类的东西 那请你用脱壳藜麦 西餐的话你要做色泽好看的 然后要做一些提味料理 我要藜麦蒸蛋 我就用带壳的下去蒸 我要藜麦煎蛋 就像我们煎葱蛋 菜脯蛋一样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这种带壳的藜麦下去煎 煎 煎起来颜色都很好看 而且也很好吃 而且营养密度就会增加 所以很多人都说那我拿这个藜麦煮料理要怎么煮 像我们这种晒干的或没有晒干的 像这种生的直接摘下来也可以煮 而且藜麦你看我们生的 它的梗很漂亮 粉红色跟绿色相间 是很漂亮 这才是好的藜麦健康的藜麦 其实像我们这个藜麦脱壳的藜麦 其实它还可以拿来做萝卜糕 芋头糕 也就是说它的口感 你是从口感来说它比较细致 它比较细致 比较绵密 OK 好 那就中医来说的话 有哪一些食物或茶饮 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呢 我们中医刚才一直讲说肝火旺 肝肾胤虚 其实跟肝都有关 那肝的话我们中医来讲 是跟自律神经 跟神经系统是有相关的 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点 就是说肝开窍于目 那在这个地方刚好中药 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很棒 菊花绝冰子其实都跟有关 所以我们刚好呢 第一个我们最常用的 像我们现在夏天 我们有一个菊花茶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个菊花 刚好就是我们讲明目的 这明目的 那绝冰子 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也是有明目的 可是绝冰子 它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它除了明目以外 它有降血压的功能 而且绝冰子 它很特殊 就是它煮起来 会有一点淡淡的咖啡味道 但是它却不含咖啡因 所以这个有时候 我们民众在家 如果说使用这个绝冰子的话 就有这个好处 那当然最后一个 我们就讲到山楂 那我们刚才一直讲到说 我们吃的东西比较 就是高胆固醇 高油 高糖 那刚好这个山楂 它的作用是有点清道夫的作用 就是清理掉这些血淤 痰 灼 灼 这些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让我们周边血管的压力 能够降低 那这个是我们中医来讲 是比较常用的 就是它除了是中药 它也是一般可以使用到的食材 那你如果再加一点点冰糖 那又可能就是 哇 感觉就绝对还蛮好喝的 对 好 那林医师一直在推广说 饮食之外 量血压 药不能停 还有运动 是 请大家针对我们的隐心杀手 每天常常有空量血压 上面不要超过收缩压140 低的舒张压不要超过90 但是糖尿病的病人 心脏冠状动脉疾病的病人 肾脏功能已经不正常的病人 以及中风的病人有在吃抗磷剂的 我们希望你的血压上面不要超过130 下面不要超过80 那至于运动 在坐在那没事 就是把这个手啊 把它这样子尽量的压 或者你把它往后 往后面尽量的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间的这是心包筋 这边的是心筋 其实有的是跟神筋 这个内侧是跟脑神筋有关的 那这边是跟我们的大肠 肺淋巴 所以大家没有事 就在那边轻轻的拍 或者尽量的压 或者你把它搬一搬 就达到一些筋骨放松的目的 那另外呢 除了我们这个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它比较方便来做 那另外一个其实呢 因为我们手部 有内面有三条经络 那最重要 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 就是心包筋跟 跟那个我们讲心筋 那我们民众 因为它不太容易去区分 那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转我们的手腕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保养 你可以顺时钟 你可以逆时钟 左三圈 左三圈 右三圈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 好可爱 第一个我们有刺激到我们的经络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像内观啊 大灵啊 跟神门 刚好可以让我们干气可以下降一点 平稳我们的情绪 所以这个动作呢 大家最简单 都可以常来做 好 所以今天学到很多 而且都是生活当中可以用的小方法 不管是转转手拉或者手压一下 饮食上呢 八周就可以让我们血压降下来 像是吃血压药一样 当然咯 平常不可以停药 但你饮食控制好 也有加上运动之后 就可以跟医师讨论你的用药剂量了 也要跟大家讲这个好消息 这是我们健康2.0 TPBS的小小医师营 在暑假的时候呢 现在有两个梯次 日期是在7月2号一个梯次 还有7月9号一个梯次 那么每个梯次都是5天 我们针对国小3年级 到6年级的小朋友 那么在小小医师营 可以做什么呢 像这个啊 他们在教 包括健身小朋友 还有包括看超音波 或者是心电图等等 当然啦 如果小朋友这个CPR 也是一定都会学的喔 创伤护理等等 小朋友难免会受伤嘛 在当中让他们知道说 从小有一些医学知识 还有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等等 而且比较特别还运用一些高科技 像这是VR喔 哦 心脏 血管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发给搜寻小小医师营 小小医师营 可以 转发光 耶